震魂 优酷特地在震魂大结局那天举办了震魂超级日直播 粉丝们很是感动 我们的主人公朱一龙小哥哥自然是参加了这场直播 来到了现场与大家见面 而白鱼就有一些遗憾了 因为拍戏的原因没有来到现场 事后也发表了长微博 表达了歉意与感谢 那这场直播便只有龙哥出场 虽说有点像粉丝见面会了 话说还有有点心疼龙哥 毕竟没有独自一个人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女哥也不在身边 肯定会有所拘谨的 在节目现场抽取了四位震魂女孩与龙哥合影 这四位女鬼可以说是十分幸运了 不知道在现场吸引了多少仇恨 这有什么办法 好运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四位幸运观众上台与龙哥合影并接受了采访 龙哥贴心的帝国话筒 仅仅是这样一个绅士的动作 便让全场尖叫声吵翻了天 震魂男孩也被搬上了舞台 不仅有震魂女孩 还有众多震魂男孩 他们不能被忽略 接下来魏龙哥 线上的粉丝们制作的小礼物 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视频 视频中包括了很多内容 有龙哥各个直播采访的剪辑 还有震魂女孩疯狂出道的影像 以及一起被龙哥和宇哥两人的时间飞行的大合唱 内容十分丰富 也十分感人 很全面地展示了自震魂开播以来 龙哥的经历与震魂女孩们的心路历程 现场龙哥一直在盯着大屏幕看 应该也是被震魂女孩们的用心与真情感动了 悄悄抹了泪 被镜头捕捉到了 在最后还放上了龙哥的大作 我眼中的小龙包 粉丝也被感动了 弹幕也纷纷刷起了评论 谁指我们的龙哥不按套路出牌 看完之后竟然还嘴硬 明明已经十分感动了 一句好字机样脱口而出 真的是惊到小龙包们了 最后小龙包们为龙哥 献上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都是龙哥喜欢的颜色 不愧是专业的小龙包 十分趁热的 为了让大家都入境 龙哥特地跑到前排与大家合了影 暖男无疑了 这样的猪一龙你喜欢吗 图片来源网络